大家好,我是Jester 2016年9月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威廉國王島 西南海域24公尺深的地方 發現了一艘沉船 藉著一艘遙控潛艇近距離 拍攝到它殘破的船體 人們終於發現這艘船的殘骸 令人不寒而栗的畫面顯示 船上廚房裡的淘氣和瓶子 仍然完好無損 而這艘沉船上的水手們 在170多年前 詭異的消失無蹤 170多年後 世紀迷船 恐怖號的身影 終於再度呈現在世人眼前 今天要介紹的是19世紀非常著名的 富蘭克林探險隊北極失蹤事件 1845年英國皇家海軍富蘭克林爵士 率領著幽明號 以及恐怖號兩艘軍艦 和包含他在內總共129名船員組成的 富蘭克林探險隊 前往加拿大北極圈探索 企圖開闢西北航道 為日不落帝國擴張版圖 不過當年富蘭克林探險隊 突然斷了音訊 突然消失了無影無蹤 2014年時 在加拿大北極地區 發現了幽明號的沉船 在經過兩年 2016年 距離幽明號50公里遠的地方 又再度發現了恐怖號的殘骸 當然船上的人早已無一倖免 而這起悲慘的事件 在2018年改編成了影集 《極地惡靈》 請來了大名定點的異形導演 雷利斯卡特來協助製作 影集大獲好評 劇情根據後來發現的證據 去拼湊這支船隊 在170多年前 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他們在北極地區 可能碰到了惡靈襲擊 而整起事件 是這樣的 自古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和交流 都必須經過中亞諸國的地盤 無論路上的絲綢之路 還是海上貿易都是如此 而這之間的航行路途遙遠運輸不變 加上中間層層國家的貿易稅等 商品的運輸成本 就得再往上加 為了不讓中間國家及商人賺差價 歐洲諸國從15世紀起 就開始竭力尋找新的海上航線 終於尋找到一條航線 西北航道 是指由格里南島 金加拿大北部北極巡島 到阿拉斯加北岸的航道 這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最短的航道 但也是最艱難的航線之一 這條航道 會經過北極圈的巨大冰山 船隻必須得在此之間穿行 所以很危險 而我們目前 能夠知道這條航道 是透過許多歷史探險家去探索 最終才得知 而在15世紀以來 就有許多探險家去嘗試 在1845年當時 英國政府開出了2萬英鎊的懸賞 期望探險者能找到這條價值巨大的航線 重賞之下必有勇富 成加過特大法加海戰的英國著名航海家 約翰·富蘭克林爵士 自願接下了這一艱巨的任務 英國政府也非常期待富蘭克林 能夠開闢西北航道 為日不落帝國 擴張版圖 於是政府 命令海軍給富蘭克林支援了 兩艘當時最先進的兩艘戰艦 也就是幽米號和恐怖號 需要能夠成功開拓西北航道 幽米號和恐怖號 是當時最先進的艦船 船上裝備了大功率的蒸汽機 船身採用螺旋槳推進 而且螺旋槳 還可以在遇到冰塊時縮進船體內 為了避免船員們旅途寂寞 美艘船上甚至還設計了一個小型圖書館 糧食也非常的充足 至少可以維持三年的所需 可說是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裡提外話一下 我真的覺得當年英國人 為何要把船隻取名為幽米號和恐怖號 這一聽起來就覺得很不吉利 果真最終也真的出事了 1945年5月 在舉行完盛大的航行儀式後 包含富蘭克林在內的129名人員 戰士從倫敦死向北極 出發兩個月後的7月下旬 兩艘普京船 在格陵蘭島西側的8分灣遇到了他們 據普京船船長敘述遠針對船上的船員們 士氣高昂 並且即將朝向目的地死去 但這次相遇也是他們最後一次被人募集 自此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看到過遠針船隊 這兩艘船就仿佛消失在世界上一樣 就在船隊失蹤兩年後 在所有人員音訊全無的情況下 英國政府和海軍 也沒有等到任何關於遠針艦隊的消息 雖然當時的通訊科技不發達 但也不至於整整兩年沒消沒息 富蘭克林的富人要求英國海軍 派搜索隊找尋他老公的下落 於是英國政府開出了兩萬英鎊天價賞金懸賞 號召各路英雄去北極 尋找遠針艦隊的下落 另一方面 海軍也派出搜索船隻去搜尋 畢竟 他們當時起航準備的糧食有三年份 才過了兩年 應該是還有機會生存的 此後的數十年間 參與搜索的隊伍超過40隻 最高峰時 曾有10艘英國船 以及2艘美國船 向北極出發 誇張的是這些搜尋隊在搜尋過程中損失的人員 及船隻數目 比起富蘭克林探險隊 全體還要多 這樣也可以看出該地區的環境有多麼恐怖 而也有來這些搜救隊伍的貢獻 在往後數十年間 拼湊出了當時遠針隊的最後時刻 1850年年底 遠針艦隊失重5年後 探索隊 在比錫島發現三位船隊水手的墓葬 以及一些私人物品 在接下來幾年間 有更多的船員物品被找到 與此同時 還得到了當地英紐特人的證詞 1854年 又過了4年 北極太田家約翰瑞伊在加拿大北部 英紐特人居住地 發現了一些船員的物品 在對英紐特人詢問後 得知快10年前 有3040名的白人 在巴克河口出二死 1859年 一支英國搜救隊在威廉國王島上 發現了數十名遺體 還有艦隊副指揮的一份筆記 這份筆記非常重要 記錄了遠針隊最後旅程的部分記錄 截止日期是 1848年的4月 按艦隊1845年5月出發的時間計算 這個遠針艦隊從啟航到追蹤全軍覆沒 一共經歷了大約三年的時間 於是 根據後來的船之殘骸以及副艦長的筆記 學者 一點點拼湊出遠針隊發生了什麼事 遠針隊1945年5月出發 7月到達了格陵蘭島的8分灣 當年年底 艦隊在比奇島過洞 因為嚴寒的關係有三名船員死亡 事後根據比奇島的遺骸研究 這三名船員應該是感染了肺結核而過失 經過了冬季 隔年浮冰化開 他們繼續蹊徑 1846年9月 由於氣溫急速下降 遠針隊在威廉國王島北部 被冰城給困住了 雖然船員們用進行方法 也無法讓船隻脫困 眾人只好在北極圈零下60度的氣溫中過洞 至少船上有食物跟遮蔽處 調查顯示 幽民號和恐怖號 就困在威廉國王島附近 再也沒有航行 2014年跟2016年分別發現兩艘船的殘骸 也就在威廉國王島附近海域 1847年夏天來了 冰城雖然融化了一些 但還是無法讓船隻擺脫浮邊的包圍 花了一個夏天 依舊無法脫困 一行人不得不被迫進入第2個冬季 當年6月 艦隊總指揮 富蘭克林 也因病去世 眾人又再度在沿海的北極地區 困了一個冬季 此時惡劣的環境 引起廢解核和力極大規模流行 一次 就帶走了20多條生命 1848年4月 距離出發 已經過了3年 3年份的糧食 也已經消耗殆盡 此時 遠征船隊上 還剩下105人 於是為了避免在毫無生計的北極地區二死 眾人們決定 棄船而逃 尋找一線生計 後來船員們抵達威廉國王島 而副指揮的筆記也在這裡被遗落 所有人繼續一路向南 尋求活路 根據考古發現 推估 剩餘的船員們 都在隨後 展開了400公里長的行軍路線 直到巴克河口 這段期間 至少有60到70人過世 到了1848年 剩下的最後30到40人 終於到達了巴克河口 這段路程 就花了幾乎5個月 眼看 馬上就要進入冬季 一旦北極的冬天到來 在荒郊野外 這群沒有遮蔽的船員 是沒有存活機會的 最終 也確實是如此 剩餘的幾十人 並沒有走到人類的文明地 直到後來遺骸被英紐特獵人所發現 這裡距離最近的西方文明 還有至少數百英里遠 於是 熱情壯志的語言針對 最終成為了冰天雪地中的亡魂 到了這裡 學者基本上是拼湊了真相 但整齊事件有兩個可疑之處 第一 是當這些船員決定棄船 尋求深入的時候 在5個月的長時間行軍路線中 沒有食物的他們 是如何生存下來的 在北極冰原地區 可是連動物都不太容易發現 學者們後來根據證據 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真相 講到這裡 我想大家應該已經猜到 後來 衛聯國王島的海濱 找到許多塊人體的骨骼 經過研究發現 這屬於同一個人 而且在腿骨上 發現了三條相互平行的刀痕 很明顯是人味造成 再加上骨頭 都殘缺不全 於是殘染的真相就是 他們的食物來源 應該就是那些生病 或是已經過世了同伴們的遺體 當然 在極地情況下為了生存 人食人的案件不在少數 也可理解為了活下去 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第二點 就是乘船的殘骸上 不但發現了船員搏鬥的痕跡 甚至發現了大量極深的劃痕 船員們互相的爭鬥 有學者推測 是因為船員們 吃了用鉛包裝的罐頭 導致鉛中毒 產生幻覺 以致相互攻擊 那些船上的刀劃痕 是在搏鬥中造成的 但這其中有些劃痕 深入船體木板 達10幾公分 以人類的力量很難做到這一點 他們更像是有著非常尖銳的硬物所致 於是有學者提出 這是浮兵的銳腳造成的 但是奇怪的點是 除了船身外 船隻內部也有許多深深的劃痕 浮兵 是不會造成這種結果的 於是更神秘的說法就被提出了 船員們 會不會是在抵抗不明的生物 而在反抗不成後 才集體逃下船 於是才造成船上有的 諸多奇怪劃痕 而在前面所提到的影集 極地惡靈中 就虛構了一個未知的惡靈 他無名無信 只能用英紐特人傳說中的名詞 來稱呼他 沒有人真正見到他完整的模樣 他一直跟隨著這船隊的船員 像冰雪中的獵人一般 追殺不計其數的船員 於是 這些受困於冰雪中的船員 不但要面對撤骨的寒冷 飢餓 永夜 還要面對著令人恐懼和絕望的怪物 當然這只是影集中編造出來的怪物 但影集是改編至美國作家 丹西蒙斯的同名小說 而西蒙斯當年在寫小說時 可是做了大量的研究 小說中 做到不可思議的真實性細節描寫 或許在他的研究下 這集事件 的確有很多懸疑之處 而來自北極的未知20 或許是種UMA 為之生物也說不定 希望各位喜歡今天的故事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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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